9月26日 孙一和腾光正再次被偶遇 两人从米兰一起回国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孙一当天穿得很低调 戴着卡其色的帽子和口罩 坐在后机厅的椅子上 似乎心事重重 腾光正则穿着休闲服 低头玩手机 两人并没有坐在一起 也没有交流 好像故意避开彼此 过了一会儿 腾光正站起来准备登机 有网友发现 孙一戴的帽子 和之前去看周杰伦演唱会是一样 让人怀疑 他和腾光正是不是暗恋 孙一这次去米兰 是参加时装周的 与张柏之珠珠同框很强艳 但他女儿大幅六岁生日时 他却没有为女儿庆生 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孙一和腾光正 之前一起去海南看周杰伦演唱会 两人都是单身 年龄相近 所以被网友猜测 有没有可能在一起 随着娱乐愈演愈烈 孙一没有回应这些传闻 只有腾光正发文澄清 说他们只是朋友 是通过孙一的经纪人认识的 不过话说回来 孙一和腾光正都是单身 如果真的能走到一起也不错啊 如今两人再次一起现身 对此你怎么看呢